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大家把这个签道打在屏幕上 那今天要为大家安利一个后期提升效率的一个神器 叫做Toolbox 这个东西减持了 那之前有看到一些up主在安利 国外也有人在用 看到很好用 我也很好奇我就入手了一台 好家伙 这完全就是打开了我自己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解释它之前我想说 你要买 不接受反驳 首先几乎它可以和任何的软件进行搭配使用 不管是Premiere Pro Photoshop Line Room 达芬奇等等 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使用下来的感觉可以把它称为快捷键集合 以及精确定位的这样一个装置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在后期剪辑或者修照片等等 如果你做错了一步 你势必是需要按Ctrl加Z来返回的 或者你觉得还是上一步比较好 你会用Ctrl Shift加Z这三个按键来一起按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按键的组合是挺反人类的 为什么需要三个键 但是你用Tool Box你可以把这些快捷键集合成Tool Box上的某一个键 来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Ctrl Z这个键 你可以把Ctrl Z变成这一个键 或者比如说Ctrl Shift加Z把它变成这一个键来做一个处理 那需要用到这个键的时候 你只需要按一个键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你不需要去在三个键的这个组合 那从而你可以完全把你的左手从这个键盘上解放出来 后期效率飞速提升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快捷键 全部集合到这个小家伙上来 你可以自己决定哪一个键代表键盘上的哪一个快捷键 当然你也可以在Tool Box的官网上去下载别人分享的这个快捷键的预设 那有人可能会问 那如果我忘了自己的设定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这个小按钮 屏幕上就会打开一个提示界面 就是你哪一个键对应的是哪一个快捷键 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概念有点模糊的话 那接下来我用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利用Tool Box在Premiere Pro上面来剪辑调色 好的 那我们以这个片段为例 那这是一个航拍的片段 那大家比如说看 那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剪辑的一个处理 那因为这个Premiere Pro的话 如果你是要按剪辑的这个按钮的话 比如说键盘上的话快捷键是C 那我们就这一个键就好了 点一下 那你就直接可以点剪辑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你要定位到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做一个精确的剪辑在这个时间轴上 你可以通过Tool Box这个旋转的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 那比如说我想很精确的剪一个东西 那我可以用这个旋钮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剪辑 那如果你剪辑好之后 中间这个片段你是需要删除的 那我把它设定在了这个键 点一下 然后它就回到这个选定的这个按键 那你选择中间这个按钮 那中间这个旋钮的话我往下按 它就消失了 那像之前跟大家说的 如果你觉得刚才这个操作是有失误的 你想把它返回上一步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按这个键 那我在这个Tool Box上设定的是这个键 按一下它就回来了 那你还可以继续返回 那就继续返回到上一步 那你就不需要在键盘上比如说Ctrl C Ctrl Z Ctrl Shift加 Z 这些反锁的这种按键了 那像刚才跟大家讲的 如果你现在发现就是你的这个快捷键 你忘记了的话 那么只需要按这个键 这个小按钮 那这样的话页面上会弹出一个界面 会告诉你哪些键是哪些键 那你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那这样你就不会忘记 那现在除了剪辑之外 那如果我想做调色处理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把这个预设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个 这边可以看到是Premiere Pro Edit 和Premiere Pro Color 就是一个剪辑和一个调色的两块 那比如说这块在这个Edit里面 那这个旋钮 我的作用我写的是 就是在这个Timeline上 就在你的时间轴上去做一个前后的 的这样一个调整时间轴 那如果按下去的话就是剪辑 那然后下面的话 所有的它的这个Tool Box上的所有的按钮 你都可以做一个快捷键的处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设定很麻烦 你就可以到这个Tool Box的官网 那你摆录一下就有了 然后去上面去下载一些网友的预设都可以 那这么多按钮 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在这个Edit里面 就在剪辑上面已经做完了之后 我要转跳到这个Color上 就做调色该怎么处理 那这边的话 现在我是在这个剪辑上面的 那现在我要做调色处理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按键 或者其他按键都可以 我设定是这个按键 按一下 它可以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这个位置 它可以在这个剪辑和这个调色中间做一个切换 那我现在切换到调色之后 上面的这些键 就不是刚才剪辑上面的那些作用了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调色的处理 比如说我按这个键 一开始是剪辑 大家看到的 就是去剪这个片子 那我现在按在这个调色模式里边按这个键 它就去变成了曝光度 那我现在按了曝光度之后 我去调中间这个旋钮 大家可以看到 去很精确的做一个曝光的一个调节 你就不需要靠这个鼠标去拉动 有时候 反正我觉得拉鼠标有时候也是挺烦人的 那你这样去扭的话 去扭动它的话 这样会做到一个很精确的调节 那如果我再按旁边这个键 它会切换到这个对比度上去 那我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个对比度的调节 然后另外的话 这些键我都有处理 比如说这个键 我按了它的话是这个饱和度的一个调节 那我都可以用这个旋钮来控制这个饱和度 就这样很方便的一个操作 真的是觉得这真的太美好了 这个操作体验 然后我再按这个键的话 就是我经常用的一些调色的这些键 那比如说黑色的话 就可以用黑色在上面做一个调节 然后这个上下左右我也都有安排 比如说按上 这个上下左右 那比如说按上的话是这个temperature 就是你的色温的一个控制 给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左右的这个按键 那按右的话 是我们的这个阴影部分的一个控制 然后按左边的话是这个highlight 高光部分的一个控制 这就把你的整个的视频调色和剪辑的体验上升到了另外一个高度 就真的是非常方便使用下来这个感觉 那我就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去做那个使用 这样的话你就一个片子调下来 我觉得起码节省我一半的时间 那具体其实它的操作就是这个样子 那看到这边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个toolbox的原因了 因为实在是替我节约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个后期上面 如果你是绘图也没关系 因为这个旋钮去调整这个笔刷的强度和大小都是非常快速的 那反正你任何软件它都可以和它搭配来使用就对了 再来就是最后这个泪肤的这个材质 手感真的是让人爱不释手 那我终于让自己从这些繁琐的快捷键中解脱了 我也一定要把它安利给我的公司的其他人用 那我觉得你一定要试一下 一定一定要试一下 那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 下期见 拜拜